送妳五個字 妳也有今天 竟然要跟我們聊母親戚 對啊 不可思議 Selina宣布當媽後 首度露面 27號她帶著懷孕五個月的肚肚 出席活動 氣色超好 完全就是個漂亮媽咪來著 不過她卻當場大爆哭 原來是現場有為粉絲媽媽 用心照顧全盲兒子的故事 讓她太感動了 而且媽媽講的話 我其實腳本上也有看到 但我現在還是很想哭 剛出來的第一秒鐘當然是 那個有點意外 不是意外就是說沒有料到 真的覺得自己是腦花有這麼嚴重嗎 就是我有看錯嗎 但是就是當我真的 因為你驗了每一個牌子 然後都是兩條線的時候 那一秒鐘才真的崩潰 就是襲擊而起來 所以她有把妳抱起來轉嗎 什麼的 沒有耶 我的體重她應該也抱不起來 他們就很開心啊 其實我不知道我爸居然想要腰果是小男孩 是我媽媽有偷偷跟我透露 她意思是說她本來要把重機賣了 然後一知道一揭曉腰果是小男孩之後 她說喔 那可以留下來 我可以帶她起 我想說等到腰果能夠坐上妳的重機 她都幾歲了 其實我一路也都看著她教育勁爆 所以大概心裡有一些體力 就是體力的部分一定要 媽媽自己要先做好 體力要很充足的心理準備這樣 那其他應該還好 我看Ala蠻輕鬆的 可是比較辛苦的是姊夫 在前一陣子的一趟旅行呢 有一天我就 反正也是一些小事情啦 大概就是有一點不愉快 然後我在要準備跟她談之前 就聊之前 我就先坐在椅子上 然後我就這樣跟腰果說 腰果媽真的不行 今天呢沒辦法給妳好心情 就是我都希望自己很開心嘛 我說今天 今天媽媽會 就是情緒會有點波動 有點激動 可能要跟妳爸好好的就是 溝通一下 我說妳不要太緊張 然後我有心跟她講 然後才去找小數聊這樣 那溝通完之後就 反正就和好了 我就有跟她講 我說妳一定要跟腰果道歉 我剛剛還跟她講 我說媽媽今天會心情不好 都是你害的這樣子 那她有嗎 她會跟腰果講話嗎 有 因為我們現在會一起做的事情 就是睡前的時候 都會認真的盯著肚子看一下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很激動 以為就是看到了很劇烈的態度 結果後來發現 妳是我自己肚子用命 真的是太鬧了 而Selena也透露 有跟小許討論過半婚禮的事 不過一切還是要等到 小妖果除生後再說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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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算了 就算了 了